新闻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台湾的各大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消息 中国时报的部分报道的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侯友宜在昨天已经正式对九二共识表态了 他提出了一个接受两个反对 那么就是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 更坚决反对总统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 当然这一回侯友宜终于是首度表态了 被视为号召深蓝归队 宣示要跟深蓝的选民站在一起 好当然选举的脚步已经慢慢逼近了 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到的是为了防范境外敌对势力 还有在网络的选举赌盘会介入2024的台湾大选 法务部修订了鼓励检举妨害选举案件要点 这当中名文增列了检举境外势力 还有赌盘介入选举的破案奖金 好其中来看到在选举赌盘检举奖金 最高为500万 至于境外势力检举奖金 更是高达了2000万元的天价 这个金额创下了行政机关 核发检举奖金最高价码的记录了 另外呢 旺报的头版头消息则是聚焦在 大陆的商务部跟海关总署 已经发出了公告表示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经过了国务院的批准之后 决定要对家还有者相关的物项 实施出口管制 相关措施呢 从8月1号开始就会正式上路了 由于这些稀有金属 都是制造半导体产品的关键原材料 因此这一回大陆方面的出手 也被视为要针对了西方 还有美国的这些国家施压的 半导体科技围堵所发起的反击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